张华县政府为保护民众安全 赤资450万元办理改善田中镇新落路 集设投乡太平坑排水 改善总长度合计约475公尺 县长王惠美29日前往县刊 田中镇新落路二段645号前既有农路 因为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 且无道路侧沟 遇雨后泥泞一身意外 预计施设两侧侧沟并铺逐沥青混凝土 工程经费约150万元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浪漏比较小 我们的议员有建议 希望他白水稿做得好 投入跟他的投款 总经费是150万 当然副主席有说过我们的水稿进行 未来还延伸到我们南沿段 这个部分我们因为经过所在是苏林土地 请我们这个地方取得土地的同意 我们再来处理 那前段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这个地主有的说 是不是说可以化标线 这因为也涉及到私人土地 也请公所先行去把土地的这个整合完之后 那我们再来做这个经费的一个补助 希望说就是让我们的民众来去进出 可以更加安全更加平安 太平坑排水属山洪排水衔阶阶段 因近年豪雨不断 造成户岸基础及故床工掏空 县府筹边300万元经费办理改善 预计111年3月完工 今天来到我们下头看我们太平坑的这个 这个开花 最主要就是在6到8月的时候 我们这个太平坑的这个花 有稍微放棄还有部分的这个保护工 它会损坏掉 那議員在欢迎 我们这个水资处就很轻松来做相关的这个处置 一旦这个花儿穿到后边就是我们的比多川 它的部分是比我们的这个高更加 下去一定是影响到整个增头 所以列为我们第一优先 我想这边还是再次的谢谢 地平给我们欢迎 議員给我们支持经费 让我们的水资处有这个 部分有法都进来做计划 我们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平均的基权建设 就会让它进到速度较快 保护我们民众的这个死亡再散 王县长呼吁全民一起来督工 保障工程如期如职完成 让乡亲出入更加安全 公益频道黄诗婷 田中社头采访报道